Newton 115号Newton View Avenue上 今天有一栋新上市的房子 那这栋房子呢光线非常好 而且呢也很精致可爱 它的地下室是fully walk out的 而且finished也很舒适 可以算在居住面积里面 所以呢将原先1600尺左右的房子呢 变成了1900多尺的房子 这栋房子呢有以下几个优点 一面积虽然不大 但布局较精致合理 虽然一楼的厅不大 而且呢和餐厅连在了一起 但是呢将这个分隔的墙 做成了built in the bookcase 还是非常得体别致的 而且呢厨房的大小适中 整个布局呢也非常适合家用 二阳光分布很好 很均匀 整个房子的窗户很多 在这个厨房的镇当中呢 还有一个skylight 即使在阴天 光线感觉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地下室 自然光线很好 感觉很舒适 三 主卧室呢非常舒适 洒满阳光 view也不错 而且呢在卧室中 有一个built in the bookcase 对于爱书或者爱收藏的人来说呢 是一个plus 这个房子的缺点是 缺点一 两间小卧室 两间小卧室的形状不太方正 虽然光线还可以 但还是有些阁楼的感觉 缺点二 离90号公路较近 虽然房子的后院呢 离90号公路 还隔着YMCA的场地 但是呢在院子中 还是隐约可以听见高速的声音 如果你对Newton这个城市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我写的 关于Newton这个城市的简单介绍